一经论古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易经中这两卦的具体卦词相义 以及北宋艺学家邵雍 对这两卦的寓意注解 本卦封地观 其卦词是 观而不见 有福雍落 起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观卦在祭祀之前洗尽双手 尚未献上祭品便已显示出 庄严恭敬 虔诚数目的气氛和诚心 相曰 风行地上观 先王以省方 观明色教 起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风行大地 吹拂万物 这是观的卦象 先王观此卦象 取法于吹拂大地的风 从而巡视各方 观察民情 设立教化 便思得教 北宋艺学家邵雍 对此卦的注解是 以下观上周游观览 平心静气 坚守岗位 得此卦者 处生于变化之中 心神不宁 宜多观察路微 待机形势 切勿忘记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变卦 水地比 其卦之士 比 吉 元氏 元永真 无咎 不宁方来 后夫凶 起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吉利 原来的誓词 自从开始 便永远坚守正道 不会有灾难 不愿臣服 或者不安宁的邦国来朝 辞辞不来 亲比归顺者 有难 向曰 地上有水 比 先王以建万国 亲诸侯 吉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地上有水 辅助大地 滋养万物 这是比卦的卦象 先王观此卦象 以君王为大地 以诸侯臣子为江河 封建万国 亲近诸侯 同心协力 治理国家 北宋艺学家 稍拥对此卦的注解是 水行地上 亲比欢乐 人情清顺 百事无忧 得此卦者可获 朋友之助 众人之力 谋事有成 荣险之极 从本卦到变卦的卦词 看似卦象的变化寓意 从本卦的封地观 到变卦的水地比 意味着将从观察观望 近代时机 变为亲笔相助 谋事有成 应该是先凭后急之相 然而 要想更全面地了解 古纸卦象的真实含义 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 一经卦象的体用深刻 与天时日之的相互作用 一经反映的是 天地万物之间的变异之道 所以各卦的卦象 除了卦词本身寓意外 还需结合卦象体用的 五行深刻 与天时日之的相互作用 从整体时空的角度 进行综合评估 从卦象的体用 和日之五行深刻的角度来看 本卦封地观 昆土为体 迅目为用 用刻体 而且今日是物子日 日之为止水 生物好土 因此古纸在前半层 应是下跌之下 而变卦水地比 昆土为体 砍水为用 体刻用 但因日之止水 忘用 砍水或有反刻昆土之力 因此古纸在后半层 因此先涨后跌之下 从古纸卦象 以及天时日之的体用深刻来看 整体市场应该是 先跌后涨再跌之下 然而 这就在水地比卦上 与一经的卦词域产生了矛盾 形成了两股不同的影响力 最终这两股力量 究竟谁能胜出 就看今天市场上 是否还有其他的外力 或者突发的新闻事件 对此卦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好了 现在就说到这里 更详细的股市卦象分析 请看股市收盘后的完整视频 对一经论股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赞 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以及我的网站和推特 谢谢 谢谢